救人一命 盛造七級浮屠 即使不是醫生 掌握了醫學常識和技巧 同樣能夠救人一命 冰城一名房產中介 上個月參加足球賽時突然心跳停止 所信5名聖約翰救傷隊的成員 施以心肺復蘇術 並使用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 才讓他逃過了死節 中介今天親自向救命恩人道謝 還購買了兩臺AED 捐給母校和冰城中央醫院 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房地產中介隆士捷上個月1號 到中林中學參加校友足球聯誼賽 不料突然心臟驟停 差點丟命 所信在場的5名聖約翰救傷隊成員 即刻施展心肺復蘇術 並使用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 才成功把隆士捷從鬼門關拉了回來 就是我很感恩 就是當天校方他們有準備了St.John這隊 也特別感恩他們這個5位 所以當時很鎮定地去把我做一些必須做的動作 就是CPR AED那些 就是感恩他們 龍世傑昏迷足足7天才恢復意識 聖約翰救傷隊代表陳佐倫醫生也說 非官方數據顯示 天城幾乎每天發生3到4宗心臟骤停個案 10分鐘黃金搶救時間成為一大關鍵 幾位每分鐘過去 生還機率就降低10% 很多時候 倒下來的人 他不是那些生病很久了的人 他是正常 就像我們這樣子 每天還正常的生活 是家裡的 是正常人 所以他一倒下來 如果沒有做CPR的話 10分鐘裡面他就失救了 所以CPR很重要 另外龍世傑今天在賓州衛生局主辦的 新肺腹苏法及AED使用活動 親自答謝救命恩人的同時 也不忘回饋社會 連同其他畢業生合買兩台AED 分別捐贈給母校和賓人中央醫院 希望可以在緊急時刻拯救更多人